夫妻之間要維繫的那個秘訣 我自己是真的沒有 因為我跟我老公就是 很自然而然的相處在一起 很少爭吵 或是我們兩個就很 就一見面就很有那個默契 所以不管在生活選擇 或者是任何的細節上 都很少有爭執 所以我建議大家就是要找對人在結婚 對人在結婚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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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Ella是一个那么开朗 然后带给大家那么多开心的女孩 她一定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新娘 恭喜她 而且Ella也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我们非常开心 在一起来祝福她 心中的快乐 3 2 1 恭喜Apple Cell正式开购 很多事情很难预见 我10年以前 2017年第一次来台湾 然后今天2017年 10年以后在台湾 开了一个酒店 然后还是Philip Star设计的 然后还在台湾娶了老婆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 这个都是很多明明之中缘分的安排吧 我觉得既然这个饭店已经开了 那就是就把它做好 所以真的没有要生第三胎 不可能的 因为我觉得人类能够生一胎或两胎就够了 因为再生下去的话真的对身体很不好 所以我本身思想是很健康的 所以没有打算要追求生很多孩子这种想法 大家可以对我放心在这一点上 目前为止我就不会再生了 所以你们如果看到我穿宽松的衣服 或是有时候我可能正好被风吹衣服 碰起来你也可以不用怀疑 是说我怀孕然后死不承认 我不会再怀孕了 你现在身体有因为 不会比较就是高龄身上 还有一些后瘾症吗 呃就是生到第二胎的时候 当然要恢复比较难 因为大家都知道女人生一个孩子 就是九死一生要坐月子什么的 然后当时生弟弟第二胎的时候 因为身体的关系就是没有坐到月子 然后就老公当时在忙就S Hotel 所以我就立刻进入到家里去照顾婴儿啊 还有带姐姐要长大啦 要去读早期的那个早教班啊等等的 就还蛮辛苦的 但是最后能够有今天的成果 就觉得很感动 那收到没有坐到月子吗 没有坐月子 直接就开始带孩子了 所以等生 生越多胎当然是要恢复到没有生之前越困难啊 还有年纪越大要恢复成少女本身也不太可能 所以我会让自己健健康康的 还是一个好看的样子 优雅地走下去 所以现在会这样容易觉得累 都觉得有些心脏这样不好 有些会 一些身体上的一些 身体上有一些 不是像以前那么舒服 但是我老公都对我很照顾 就处处维护着我 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是很有自信的 会一直好好地跟家里啊 跟大家都继续好好地走下去 大家不用担心了 像刚刚坐下来 他也不管大家的位置怎么巧 就硬要逼我喝水 然后他就会每天都看着我 有没有吃东西什么 很像在喂羊那个电子鸡的感觉 有特别让你吃什么好的吗 有啊 每天都 一嫁给他开始就开始就在补了 我们看到那个甄嬛传里面 那些恶骄啊 那些的东西 我婆婆都会 一结婚婆婆就送来 然后每次看到那个甄嬛传里面 在吃的东西 我都觉得 怎么会在我手上 在我家里会 正好也在吃 我觉得嫁给老公 家里一开始是做 美食的这个行业 我觉得也是很幸运 然后被他这样喂养着 赚养着 现在也有饭店 可以吃过小孩 都如果带累的话 就会说去找爸爸 然后爸爸就把他丢到 楼上的最大的房间 去让他们在里面玩 包括我妹妹的女儿的 我妹妹的女儿 我姐姐的儿子 他们都会到楼上 最大的房间去玩乐 所以你对于身材 就是胖的手会压力很大 大家会很专注我的身材 对大家会很专注我的身材 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 是因为毕竟你说怀孕生子 你的身材一定会有一个过程 还有荷尔蒙的改变等等的 而且你们这么看 真人也很瘦啊 很人瘦 对啊 对 这拍照有些角度 或者你看他的一个目的 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 对啊 这人就很瘦 对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年纪 包括我们第二个小孩 健康最重要 对 然后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规律 对吧 我老婆已经 我们这么多年结婚 第二个孩子 现在刚一岁 所以还是慢慢的恢复吧 但是明显感觉第二胎 比第一胎就是比较难恢复一点 他在这个 不是就是他身体承受的那个压力 比如心脏啊 好好讲 心脏还有一些那个 什么这其他的方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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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飞有嫌弃过你的身材 怎么受不下来 他怎么敢嫌弃我呢 就刺激你啊 有吗 他就每天都是 我的身材不管是大还是小 都一定要有一个曲线在 因为我就是被他逼着 每天都是要锻炼等等的 所以就是 除了带孩子之外呢 我是还有我自己的工作之外 我还得锻炼 然后为了老公 维持一个好看的曲线 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 跟好好的让孩子 就陪他们成长 所以我就是 还是要尽量的以健康为主 然后慢慢的恢复到一个 好看的曲线 那目前我觉得自己都 往这个方向走的很好 你现在是有腹肌 是有腹肌 我其实除了怀孕之外 其他时间都是有腹肌的 因为我腹肌核心肌群是蛮强的 我从以前从小就是习惯 台和平胸 所以其实还蛮习惯运用核心肌群 自己也有在努力的跟 Chemical老师上课等等的 然后还有照顾小孩也真的满费神 心力的 然后我自己的工作也是持续 有在经营自己喜欢的部分来挑选去做 所以其实运转力还蛮强大的 虽然大家可能觉得我现在看起来 没有像以前那么扁 以前真的就是一个纸片人 因为以前又比较嚣张 当纸片人的时候 完全不觉得自己会有 肿胀的一天 或是变这个体型会变大 然后以前非常有自信 可以一辈子穿XS的衣服 结果没有想到怀孕的威力真的很强大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的话 他只生一胎或两胎就够了 我觉得也是对社会来讲 比较要负责任的行为 生三个 生三个 他跟他老公太相爱了 我觉得 所以你现在不能讲体重 体重这件事我以前瘦的时候 就已经是不提了 因为其实我对数字真的很不敏感 那老婆会想到小菲是解决吗 我会啊 我跟我老公谈过这件事情 然后但是目前谈到的是说 要在北京做这个手术 还是台湾做 然后让他对医学方面 他研究一下看他是哪边 会比较放得下心来 毕竟是很重大的一个决定 超好愿意 先把酒店经营好了 对 要不然还要在卧床休息 先好好经营酒店 我经床15分钟就可以了 对 我在这边开个房间休息也可以 对啊 好 那饭店是一个 我们有几十年的在这边要经营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未来台湾的旅游行业会 两岸之间也会越来越好 相信我相信两个人一定会越来越好 因为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到台湾来 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对吧 大陆年轻人 与台湾年轻人互相的一个交流 一讲到这边我就对 比较想讲 他其实很爱讲 你们真的不要太问他 太多问题了 没有我真心希望 因为我每周都要飞一次 我都飞了三百多次了 那有的大陆人都没有来过台湾 有的台湾人都没有去过大陆 像我这种飞三百多次 对两岸真的很了解的人 我觉得 一定要在这边和在北京大陆做一点事 让年轻人更加加深我们之间的这个距离 那这个饭店其实也有很多大陆的自由行的客人来 那上一次我跟方念华老师聊得非常开心 就是他说你做这饭店的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像你刚才问我什么样什么是要回本 这个不光是我最终的目标 我的目标就是要 台湾的客人来的时候他带着他其他的朋友来说 你看这是我们台湾菲利普夏尔设计的饭店 这是我们台湾的一家饭店 然后他给大家说这是我们的这个餐厅 你看台湾有菲利普夏尔 那我大陆的朋友到这边来住的时候 他会觉得看着小飞了看着S的照片 我们好像又回到家里的感觉一样 其实这才是我们做这个饭店的一个目标 而且还给了大家一个惊喜 那当时我说他在问我说为什么叫S小腿 你怎么叫S小腿一个字母 他说是不是因为我叫S小腿 我说不也不是因为我老是S 然后呢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鬼才 他把一个单独的字母赋予了他含义 那他背后有一个就刚才看到有一个碳号 对他不只是一个字母 更多的是一个情绪的表达 他有惊喜有surprise 有这个一个他对S的理解 包括你看他这个logo 他自己说的就是女性化 他也对我老婆做了一些的这个研究 包括我们外面外墙挂的那个珍珠项链 其实他了解了这个现实以后 很多地方都是变了我们很大的经济 但是大家不会就是参与饭店的经营 经营的部分不是我的专长 所以我不会参与经营的部分 那如果他是在设计方面 或者是我非常喜欢这家餐厅 因为他是米其林两星的北欧的厨师来做的 然后这边除了处处舒服之外 我觉得这边的餐厅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所以我就是觉得他这样的结合非常棒 所以希望大家来的时候 除了感受这个饭店好看的地方之外 也可以来这个地下室品尝这边的美食 真的很好吃 今天终于轮到我来喝珍珍的喜酒了 真的非常的替他开心 然后心中也有一颗大石头落定了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他帮我介绍小飞 然后我们要结婚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抱头叹哭 就说 本来说好两个人要一起 呃 呃怎么讲 一起在那个 呃 呃 不是 就是在 你知道吗 妈妈脑子不好 江湖上一起漂流 当一当两匹狼 结果我现在才话才刚讲完转头 就被他当美人介绍的小飞给我 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哪一天是他呢 就没想到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喝他一杯 谢谢 呃 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我们和宇宣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 我认识宣宣大概十年了吧 从07年到现在 他这么多年的友谊都非常好 而且呢我们一直都是这种很好朋友的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 他经常在网上看的一张照片背景 其实不是我 跟我没关系 今天我要讲 我们都特别发自内心的祝福宇宣 祝他这个祝他快乐 祝他们的白头道了 谢谢 大嫌都漂亮了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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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特地放下两个小孩一起来看演唱会的吗 蛤 今天是特地放下两个小孩一起来看演唱会的吗 因为我老公是周杰伦的切干粉 对 有没有最想要听什么歌 呃 今天所有的情歌 嗯 我老公都会唱给我听 两对呼吸同时路上我们的红彩 瞬间学见红彩好幸福 先从外表爱上了他 然后再从他的内心寒苦爱上了他 从外到内 然后再从内到外来一句 那 哎呦 刚刚是要 还是要 调耳朵 因为我老公他不知道 我的衣服是 呃 什么比赛跟什么来中 所以我就特地高兴他 好 那接下来就换小飞哥了 要介绍一下 但是他的衣服我这不让你一直买 没关系 我在网上买 哦 因为我看到的衣服就网上 哦 所以这一套是 小飞哥帮你买的 哦真的哦 哎很特别耶 难怪你们是哪片 十四名会拿这个奖 那我们请小飞哥帮我们 介绍一下 您老婆身上这个穿搭 从头到脚 我觉得 呃 第一次见我看的发电影响了 对他穿过的 简洁 但是没有平衡 就是很干练 但是他东西都没有 我看作举本 很喜欢的风格 那 也看着感谢我们的那个 朋友 我是D trial 我觉得他也 一个有很多 设计的教理 一些广告的 嗯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 好朋友 而且还会CUE CUE黑人 CUE 很多人都有亲 CUE 很多人都有亲 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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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